独善听,有些人听话,只听一半,然后就断章取义,没有完整的,正确的,理解所讲的含义, 以至于产生误会,甚至于造成偏差的行为。 例如,有人一听到要万元放下,就把家里的财产全部都误释掉,弄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没有住了,造成家庭问题,甚至于演变成社会问题。 事实上,我们讲今时,讲过多少次,所谓的放下,是指心上放下,事上还是要啊,照世间法去做,并不是教你什么都不要了,这是很大的误会。 佛法在世间,不坏世间法,所以,事上不能放。 世间,一切责任与义务,都要认真地做好,心底这决定不能忍住,心底倾尽,一成不忍,这就对了。 阴光大使,开始,进宗学人,应该顿轮进分,闲邪存尘,幸运念佛求生净土。 这样,事法与佛法,多元容兼顾,才符合大乘佛法,忠道的精神。 又说,我们赞参,海鲜老和尚,老和尚不认识之一生,一步经没读过,一步经也没听过,就一句佛号,一门深入,念了九十二年。 做个好样子,给佛门弟子看,让大家增长信心,坚定愿心,像他一样,往生净土。 有些人听了这些话,就断章取义,学习海鲜老和尚,不识字,不读经,不听经,还批评读经听经的人不对。 这也是不善听,没听懂啊,讲经人的意思,该学的没学到,反而产生了误会的见解,非常可惜。 有些人,刚好想法,听到我们称谈无量寿经,如何殊胜,能使人生起坚定的心愿心。 于是就执着无量寿经认为,光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, 一定要念无量寿经才能往生。 还把一些专心念佛的老菩萨,都拉来读无量寿经, 让他们对念佛的信心产生动摇, 非得辛辛苦苦地读无量寿经不苦。 这实在是断然发生毁灭。 我们讲经是,一再说道,信心不足的人要读经。 如果是已经生起信心的人,经可以不读, 一句佛话念到底就够了。 现在,他却凡其道而行之, 把已经有信心正在专心念佛的人拉回了读经。 这真是颠倒啊。 本来众生就有不同的更新。 有人喜欢听经,有人喜欢读经,有人喜欢拜佛, 有人喜欢念佛,不可一概而论。 古德说,灵动前江水,不动道人心。 让专心修行的人信心动摇, 这是极大的罪过。 如果,如果这些老人家往生不了, 这笔账都记在这些人的头上。 还有人听说,为人读念的功德很大。 就像病重的人, 太大亮光的地方。 日夜阻尾, 日夜阻尼, 不给病人安静休息的时间。 没有睡眠的时间, 就没有很好的精神念佛。 缺乏睡眠时间长了, 甚至精神方面都会出问题。 这些好性反而伴坏似的例子。 有人听说, 读念是不能去碰触亡者, 于是就禁止家人去为病重的人服务, 不准给他活给活水, 不准帮助他大小便利。 真的, 这也是严重的误会。 不准碰触他, 是指在他断气之后, 现在病人还没有断气, 还有祸水大小便利的需求。 只因为你开始祝念了, 就不准人家去碰触他。 做这样的事, 这是牛带病人了。 他身体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, 就增加了他的痛苦, 使他不能转现念佛。 所以, 这些祝念的人, 是在障碍他, 不是在帮助他。 有人听我说, 我这一生没收徒弟, 那些物资辈的, 都是韩广长说的, 就说, 物资辈都不是出家人。 这也是故意扭曲四世。 我的意思是, 我不愿意收徒弟, 是顺着馆长的意思, 才给人剃度。 他们都经过了, 正式的剃度仪式, 又正式受了三坛大戒, 你如何能说他们不是出家人。 这样说, 也是造口业。 以上, 这些偏差, 往往是因为不善听, 没有正确理解讲经人的意思, 或是听行不够, 听了一部分, 就一遍改静, 所造成的。 未经济、 何bo是正确理解说。 这是主持人的意思。 看到这些计定的词词评论 ek 我们必须得来, 要往是现在, 我们必须得来, 融穩广产疏, 我们必须得来好是非大家。 感谢观看